FBI突袭海湖庄园 对前总统特朗普的调查骤然升级 特朗普反应强烈迅速反击 这位前总统正处于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特朗普卸任一年多 他仍无法接受自己是哪个失败者 2024年总统选举 特朗普还能否卷土重来 9月19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首次回到了事发地海湖庄园 因为他要亲眼看看 对住宅内房间及其他区域进行不必要搜查后的结果 当天特朗普在自创的社交平台 真实社交上发文说 联邦调查局突袭并闯入了我的家海湖庄园 我猜他们认为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已经不存在了 对他们来说确实不存在 它被洗劫过 现在的状况和我离开的时候大不相同 很多探员甚至在我的卧室里都不脱鞋 很好 海湖庄园称得上是特朗普最爱的别墅 由美国女富商马赫利1927年建造 1985年 特朗普斥资超过500万美金买下 第一件事就是花费700万美金做金箔装饰 建造2000平方英尺的宴会厅 举办了与梅拉尼亚的婚礼 然而被抄家之后 这里却成为民主党人士的打卡地 2022年8月 特朗普已经离开白宫一年半 FBI为何突然对特朗普的私宅发起搜查 一方面我觉得这件事情无疑 它有很强的政治属性 它也正在造势 准备说2024年参加美国总统大学 共和党的领袖麦哈西 他对搜查事件他也有一句话 他说你司法部已经达到了一种 令人无法容忍的武器化和政治化的状态 那此次的搜查门事件 其实也让人怀疑 它是不是就是 你的这个情报机构的政治化的名区 那这一点可能就比较恐怖了 因为情报机构参与国家内部的政治 倒正是打击 早在2017年 特朗普刚上任不久 就陷入串通俄罗斯干预选举的丑闻 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弗林 也因为涉嫌秘密接触俄方而辞职 2017年 美国司法部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 罗伯特·穆勒为特别检察官 调查俄罗斯是否介入 2016美国总统大选 以及是否暗中相助 特朗普团队成员 当然 特朗普与俄罗斯的生意往来 也同时被列入了调查范围 正在特朗普将俄罗斯顾客 作为房地产投资目标时 塞特出现了 菲利克斯·塞特是特朗普修南酒店的主要合伙人之一 和特朗普有着长时间的生意合作关系 他们的交往一直持续到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 中安ron堂门继续合成统签 与川普参加联系统一群 和小伙子与川普参加上战俄 上帝国 有过于欧洲共和派兵或账战 和祭金的股票 上包成的大部分 中央流集成统签 通過年來,我們知道在《Trump SoHo》 他們經營了直接到俄羅斯的消費 消費從 post-Soviet states 那裡有很多錢在手上 他們提供了一個方法 去通常的銀行 因為這些消費不需要稀罕 不需要通過銀行銀行 他們出現了很多錢 賣了很多錢 然後他們賣了一套 有一個很詳細的計劃 貿易俄羅斯的銀行 當然有很多錢 不正確 不正確 BROCHERS ARE POSH? They're very posh, but we were just as sophisticated about marketing to South America. They end up pursuing three deals together, a real estate project in Phoenix that fails, a project in Florida that fails, and then ultimately the Trump SoHo in Manhattan, which opens to great fanfare but also ultimately fails. Why did Bayrock keep having so much money pour into it 一位曾在贝罗克集团工作的高管 对贝罗克以及特朗普休南酒店提出指控 赛特以及贝罗克集团的创始人特里克·阿里夫 一个在苏联出生的哈萨克斯坦人都遭到了起诉 Felix Sater's own partner a man named Jody Criss whom I've interviewed who also sued Sater has alleged in court filings that in fact that's what Bayrock was it was a it was a pure money logging operation that Felix and his other partners in the business were skimming money it's alleged in court papers that a big chunk of the money came in from Kazakhstan former Soviet Union from a chromium plant that was being run by the brother of one of the principals at Bayrock and essentially money was getting stripped out of the chromium plant in Kazakhstan and whoosh flown into these failing proje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oosh does Donald Trump know about it? I think those are some of the questions that that Bob Mueller is going to ask Donald Trump about it's clear that this is now part of Mueller's investigation the allegations made by Jody Criss in relation to the use of laundered money in Bayrock is there any justification? any truth in that? no that was a extortion and it was an eight-year legal extortion using stolen documents which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oney laundering whatsoever all of the cases were thrown out of court but as you know the U.S. legal system is interesting and you could sue anybody for anything and it was a straight-up extortion am I right in saying it was settled in the end? unfortunately yes not by me but I had to settle but it wasn't my choice just at Trump's休南酒店開業之際 New York Times突然爆出了塞特的犯罪史 以及他曾在酒吧斗殴和受黑手党支持的证券欺诈事件 这一下塞特可把特朗普推进了尴尬的境地 塞特不得不离开贝罗克集团 但特朗普却甩不掉任何一个跟塞特相关的敏感问题 比如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 塞特去莫斯科工作了两年之后 又回到了纽约特朗普大厦 这次他直接为特朗普合作 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 还印了特朗普集团的名片 尽管他们恢复了合作关系 但特朗普仍然不承认跟菲利克斯塞特相识 2013年几名投资商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项目中 遭受了经济损失 于是将特朗普告上法庭 他们的律师想知道 特朗普跟菲利克斯塞特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对 好多年度你跟朗普众赛斯特特特尔 在这一年 如果他坐在这里 如果他坐在座里面 我真的不会知道 什么他会看 对 对 特朗普说他一定要知道 你不认为他知道 你应该问他 但有些时候你会有点远, 你会有点痛苦, 你会有点痛苦, 是吗? 所以它会有失控? 它是不舒服,我认为你 我认为特朗普不想要承认 什么他其实知道, 是他有迷范的背景 和有厚历的历史 因为这次提问 为什么特朗普 为了专业专业 为了专业专业 为了专业专专业 为了专业专专业 我认为为了专业专专业 是因为 如果您有太大袋 的钱 并放在特朗普的桌上 他会做专业专专业 没有问题 尽管特朗普在其节目中 大肆推销特朗普修南酒店 该酒店最终 还是一场投资灾难受场 在2014年 修南酒店被取消赎回权 最近特朗普的名字 也从这个建筑外面 被拿掉了 但是 跟这些交易相关的 特朗普的融资假象 似乎早就注定了 要接受大陪审团的审查 这现在是Muller的研究 我认为 原因之后 是有明确的问题 特朗普 是否有金融资 估计 在过程中 特朗普的总统 他做了好事 或是有关联络 人员 为人员 为人员 帮助 特朗普 做政策 做政策 例如 例如 他成为总统 国会大厦 骚乱事件和电话门事件之后 特朗普 成为首位 两次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 海湖庄园被搜查 是如特朗普所认为的被迫害 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这是一个很大奇迹 为什么一个人 谁没有读到任何东西 应该是很不愿意 在这些报告上 早在2017年 特朗普刚上任不久 就陷入串通俄罗斯干预选举的丑闻 菲利克斯·塞特和特朗普 有着长时间的生意合作关系 他们的交往一直持续到特朗普 参加总统竞选 在特朗普四年的任期中 通俄门事件与他纠缠长达三年 但经过漫长的调查后 特朗普被宣布无罪 然而针对前总统特朗普干预竞选活动的指控 并未结束 2019年9月25日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将一封检举信递交国会 信中指出 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的通话中 连番施压 要求乌方调查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乔·拜登及其儿子亨特·拜登 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能 能够把他的办公室的力量 或使用他的办公室的力量 把我们的国家的安全保障 的关系 因为他想要帮助他的政治竞选 那是关于他严重的犯罪 而关于他的办公室的原本 根据现在的材料 似乎我看起来很难 要避免结果是否判断的犯罪 而我的工作是去外出 打他 2019年9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首次访问美国 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发表了第一次演讲 非常感谢 然而 泽连斯基 的确被卷入了特朗普的丑闻之中 这件事发生在两个月前 也就是2019年7月 两人之间的一次电话会谈曝光了 在通话中 特朗普要求乌克兰调查他的民主党对手 乔·拜登 及其子亨特·拜登涉嫌腐败的指控 否则美国将停止对乌援助 我希望不要误会 所以当川普总统 特朗普败充 200亿美国党的资议 用于乌克兰 至乌克兰 推荐国的领导 为公司的政策 来自私的政策 乌克兰人们就开始感激 Trump的叫作為無禁止,無禁止. 對於不只是暢行叫作, 但有一個真實的利益 以及絕對 Ukraine非常危險 是 就是 400 億元 在2019年7月发生的电话门事件之后 特朗普集团的核心成员 向泽连斯基施压 要求他公开表明 乌克兰将调查乔拜登 2019年9月 有媒体报道称 特朗普要求用调查来换取援助 迫于舆论压力 特朗普公布了与泽连斯基那次通话的大致内容 国会中的民主党人立即要求弹劾总统 2019年9月25日 泽连斯基在出席的联合国大会后 与美国总统进行了首次会议 中文字幕提供出席的联合国大会 I'm sorry but I don't want to be involved to democratic open elections elections of USA No you sure that we had I think good phone call it was normal we spoke about many things and I So I think you are ready that nobody pushes push me no pressure no pressure 2019年12月18日特朗普被国会弹劾众议院通过了针对特朗普的两项弹劾条款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 三个月后2020年2月5日参议院宣布特朗普无罪 然而这只是特朗普任期内第一次被弹劾 自国会山骚乱发生后 民主党人一直试图通过弹劾案彻底斩断特朗普的政治遗产 使其无法在四年后再次出山 2021年1月13日 众议院以特朗普煽动国会暴乱为由 对特朗普提起诉讼 他成为首位两次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 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 从没有一位前总统像唐纳德·特朗普一样 面临着如此密集的联邦和地方调查 在联邦层面 FBI8月初突击搜查特朗普的私人住宅海湖庄园 查获了上百份涉密文件 美国司法部正在对他是否非法处理政府涉密文件展开调查 海湖庄园被搜查 是如特朗普所认为的被迫害 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目前虽尚未有结论 但特朗普私藏文件并非手辞 2022年初 美国国家大案馆就从海湖庄园追回了15箱文件 其中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特朗普的信件 Maybe if he's indicted and there's a trial, we'll learn more. I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is taking documentation home, if you were to ask me. Now, are there violations of the law if they do? Maybe, maybe. But I think realistically, it happens much more than we think. But there is a clear line that ends up occurring once you leave the presidency, and there are specific requirements where they tell you don't keep any documents. The President's Law Act rules the President's Law Act must be to keep all of the documents in the country's document. In the investigation, Trump has not only once asked the former President Obama in the President's Law Act to keep 3,300 million documents in the office. Why is no one in mind? One of his lies is that Barack Obama took all of these documents, including classified documents. The National Archives immediately punctured and debunked that line. No former President has ever taken documents that could impa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brought them after the presidency to a private residence. This could be a serious threat. Move it back. It's happened many times before. We have a history of this with Hillary Clinton and others. They were treated different. That's the problem. 曾被FBI要求 接受郵件门调查的希拉里 这时也顺势发布一条棒球帽销售推文 以棒球帽上印有讽刺性反驳标语 回应曾经的竞争对手特朗普 Now he wants to blame everyone else for what Donald Trump did. I can't emphasize that more strongly. This is all on Donald Trump as much as he loves the deflect responsibility to someone else. 抄家事件发生后 与特朗普深度捆绑的共和党 也在继续穷追猛打 痛批拜登政府利用司法部打压政敌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Joe Biden's most likelyest political opponent in 2024 and this is less than 100 days from critical midterm elections 特朗普的顾问卡普托透露 他此前建议特朗普 在11月中期选举后再宣布参选 但这次的搜查相当于扔了一颗核弹 之后的竞选活动不会再按照既定节奏 目前有部分共和党议员 已经呼吁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宣布参选 以鼓励更多支持者参与投票 这次的中期选举它不是一个大选年 所以总统其实并不是选票上的项目之一 更多的还是像参议院和众议院 随着对于搜查的文件的内容 不断的被媒体曝光出来 当然支持的像克鲁兹等等还是继续支持 但是有一些人会认为说 那我们恐怕在这个部分 还是要给这个调查有一点时间 目前看起来 共和党人这个大部分都是支持特朗普 认为这样的受查是政治迫害 到今天呢 确实有一部分人 把这个调门明显的下降 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逼近 那这些人的态度 或者是证据的进一步出来 那么会不会发生改变 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是需要观察的 就在特朗普重返海湖庄园的前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在一档节目中 首次公开就抄家一事发表评论 拜登称他从未听取过该事件的简报 也没有在FBI执行搜查令之前获得通知 更没有去了解过 涉事机密文件的具体内容 不过当被问及看到司法部披露的 文件照片后做何感想时 拜登直言 海湖庄园的秘密 究竟是定罪利器 还是提前吹响 2024年总统大选号角 处于极限撕裂下的美国社会 还将酝酿何种风暴 高喊拯救美国口号的前总统特朗普 能否重温白宫旧盟 接着为您播出 贵州茅台凤舞皇冲击播 今日看世界